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深圳断供潮 近日中国网路上热传一条短片 内容指深圳楼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弃房断供 目前深圳断供房数量为146,549套 对此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回应称严重失实纯属谣言 据经济日报报道深圳金融监管部门称 目前深圳市房地产贷款按揭不良率为0.23% 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如果按照传言中的深圳断供房数量 以断供房平均未长贷款100万元人民币一套的保守假设测算 仅按揭不良贷款就超过1400亿元 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对于此辟谣引发网民热议 有的人表示山雨欲来风满楼无风不起浪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到底是谁造谣还很难说 恒大爆雷也是在辟谣声音中被实锤的 也有的网民调侃146549是谣言真相是146548 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可防可控 也有的人发问所以0.23%的不良率是多少套呢 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可在中国没有实际情况只有维持稳定的情况啊 也有的人表示这个辟谣很无力 对于炒房全国第一的深圳来说还真的挺可信的 如果开始瓦解从深圳起步也很合理 而且在深圳强行上车的也不少一旦有变故断供很正常 在断供房谣言的背后深圳法拍房市场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早在2020年6月一则关于深圳出现楼市断供潮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 在银行工作18年的王先生表示 从今年年初开始 他所在银行网点每月只有一两千个账号断供 但没想到到了五月断供的账号达到了1.3万个 他虽然不清楚其他银行网点的情况 但估计也不会太乐观 整个深圳市的断供账号数量估计更大更可怕 他听说全国的法拍房达到82万套 法拍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断供引起的 现在看来是真的 弃房断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个人或企业无力支付贷款 在2023年5月有的人发文说 当各行各业都面临裁员的窘境 当出现庞大的失业人潮 有的人已经断供了 有的人已经在断供的边缘 原本贷款压力大的人 疫情失业影响如果还不起贷款就只能断供 疫情后的至暗时刻出现 早前深圳一位程序员发帖诉苦 他月薪3.5万元人民币 当买了600万的房子 月供2.1万元 复工没多久就被公司裁员 妻子是全职主妇 账户上的存款仅够支撑两个月 他已经绝望了毁当初买了600万的房子 这句话说出了绝大多数购房者的心声 可世上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 或许有的人不理解 为什么不把房子卖掉还贷款呢 因在大多数情况下 当业主真正卖房的时候就会发现 手中的房子可能是有价无市 成交周期特别长 但银行的月供是不等你的无奈之下 很多人只好选择弃房断供 弃房断供的另一个原因是房价下跌 业主不愿意继续还贷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深圳房价持续下跌 跌幅一度接近50% 那时就出现了断供潮 当时很多业主发现 自己每月还贷的房子 已经变成负资产贷款超过了限价 所以决定不再向银行支付贷款房产 由银行收回 当时有业主表示断供后 再重新买一套都划算 其实不仅是深圳自去年以来 中国关于房贷断供以及法拍房数量暴增的消息 常常成为市场讨论的焦点 2022年1月14日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韩富林发微博表示 断供潮来了2022年刚开年就有20万名房主 因弃房断供遭到四大行起诉 四大行是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2022年中中国多地的烂尾楼问题被曝光 河南郑州最严重 深圳上海等也无幸免 各个城市都出现断供潮 后来展开保交楼行动 但至今年5月交付比例才达到34% 目前尚无人知道中国总共存在多少断供房 购房者每月按时向银行偿还贷款 如果逾期不交就属于违约 断供6个月以上房子就会被拍卖 据阿里法拍房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住宅类法拍房的数量 已经接近170万套 而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只是9000套 2021年的时候也不过才133万套 也就是说仅仅4年的时间 仅阿里法拍房这一个平台的法拍房数量 就翻了178倍 要是再加上其他法拍房平台的数据呢 据有的内行人表示 如果再加上京东法拍房平台 以及其他一些法拍房平台的数据 目前的法拍房总量 或许已经超过200万套 然而气房断供说起来像很容易 但这绝不是躺平那么简单 不要房子债务却不会凭空消失 二送房潮 在中国气房断供 有多可怕曾有的断供者发帖讲述 他买房4年亏损178万断供后房子被没收 还道歉银行100万这辈子算是完了 一旦气房断供银行将收回房子进行拍卖 而当事人列入失信人名单征信记录留下污点 无论乘坐高铁飞机还是子女入学都将受到影响 更严重的是如果拍卖款仍然不足以覆盖房贷 和伐息诉讼费用那么剩余的债务 仍会摊到购房者头上 于是有的人迫于房贷压力 又不甘心当列入失信人名单 就想出了免费送房 距离北京近30公里的河北燕郊 曾经红火的地产中介店铺 如今门可罗雀中介一条街已名存实亡 由于地理上靠近北京燕郊 曾经是一个置业与投资热点 但在2017年采取了严厉的限购令之后 房价一蹶不振大量业主被套牢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业主 为远超过市场价的抵押贷款发愁 2021年12月下旬社交平台流传一位 网民后土发帖说 赠送燕郊天阳城房产 先到先得自己还贷款 据悉他在2016年 以2.7万元每平方米总价108万元 买下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 70年产权住宅西巷 他为这套房子还了4年多的房贷 每月还款4200元 还剩73.64万元银行贷款 后土说越还贷感觉越亏 还不如现在亏个首付 对于到底是怎样的免费赠送他说 房屋转让的一切 费用由买家承担剩下的贷款 由买家来还就好了 还有的燕郊业主此房白送的帖子 也在社交平台流传 指出因为房子多了还不起月供此房 一分不要白送出 只要接收人还月供就行 他只是不想有余期 你敢还贷我就送房 真有那么划算吗 这背后一种危机正在悄然蔓延 据中国人民法院资产诉讼网显示 截至2021年12月16日 2021年燕郊法拍房数量为818套 为2020年全年的1.6倍 是2019年全年的4.4倍 该网站还显示在这些法拍房中 有相当部分的债权人为银行机构 这说明大部分是断供者 燕郊的房地产兴衰故事始于10年前 2010年到2015年间 北京市陆续出台调控房产政策房价 一路高涨 许多在经购房无望的北漂族 纷纷到环京地区购置房产 同时炒房客也蜂拥而至 在2016年燕郊的房价最高 可达到每平方米近4万元 2017年3月燕郊发布限购令 只有在当地 工作了至少三年的居民或农民工 才能在此处买房 燕郊楼市一夜腰展到2018年10月 已经跌至1.6万每平方米跌幅近50% 2017年和2018年的交易量 也都下降了约80% 2020年后燕郊的房价已从最高点的4万元跌至 不到1.7万元每平方米 此后不断有燕郊的投资客宣布 只要购房者愿意按时缴纳月工 就愿意把房子送给购房者 不过就算这样 依旧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些白送的房产 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烫手的烂山芋 现实燕郊有大量空置的房子 传出免费送房信息的城市 不仅是河北燕郊 在郑州、深圳、武汉、青岛、南京等多个城市 先后传出有业主愿意免费赠房 在2023年7月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短片 称他在河南郑州的曼哈顿小区有一套房子 要免费赠房 不要钱直接过户买家还房贷就行 称这套房子面积为69平方米 够于2017年当时的总房款为118万元 其中包括28万元首付 剩余90万元则是按揭贷款 如今房贷还剩80万赔了五六十万元 最后业主还贴上了自己的两张自拍照 为这则消息更增添了一份真实性 这个举动在网络上瞬间引发热议 据相关报道 免费赠送的房源是一套 位于郑州市津水区曼哈顿商圈的房子 当地中介表示这几年郑州大部分区域的二手房售价都降了区别 也只是在于降多少 免费赠房的是背后郑州楼市有的折价近40%有的跌回10年前 目前该小区挂牌几百套差不多面积的还有人只卖50多万元 也就是说经过五年的时间这套房子基本把首付跌没了 还得承担后续的利息 可房子目前的价值却不到80万元 对于这个免费赠房的业主而言其本质都是及时止损 而到7月6日免费赠房的影片已被删除了 同期在深圳也有业主发布信息想把房子赠送出去 这业主名下拥有一套热门楼盘花样年花香的小户型 声称自己不想还房贷了直接免费送房 业主买房时间为2020年下半年 以365万折合单价13万一平方米 买了27.88平米的小户单间 是高价位时买的 业主表示自己还了两年贷款合计31万左右 但这大部分都是房贷利息支出 实际还的本金不及10万 255万房贷减去10万如今还剩245万 业主还说自己已经坚持不住了房子马上满三年 只要有人愿意买直接送出去自己不想再还房贷 引发人们关注 有的人表示这就是个聊天截图可信度存疑 可在网络上查询该小区的房价同样面积的挂牌价才230万 据乐友家针对近三年热门上车盘的总价对比来看 以36平方米的花样年花菌为例2020年上半年的 上车总价区间最高在440万 而到了今年上半年最高总价变成了340万 直接降了100万 可见这个业主的房子在两年时间至少亏损 超过100万元送房实属被逼无奈 让人们感慨这样看来免费送房 应该是真的毕竟这送出去的简直是烫手山芋 更有的文章指出目前有送房临界点的计算 简单点讲就是房价跌到什么程度就真的可以白送 以100万的房子为例首付30万商贷70万 利率4.2%计算 假设房价下跌还了5年房贷后 就会等到下面这张图 送房临界点 当房价跌幅在36%左右时 一套总价百万的房子选择等额本息 且还了5年房贷后 剩余还款本金是63.52万 当房价跌幅在43%左右时 一套总价百万的房子选择等额本金 且还了5年房贷后 剩余还款本金是58.33万 这个时候还款本金 以几乎等同于房价下跌后的二手房价格 而对应的房价跌幅 也就是所谓的送房临界点 换言之当房价跌幅在35%到45%时 就是送房预值了 对此有的地产人士表示 在一些城市不少二手房动辄跌幅30%以上 对于一些高位接盘的业主而言 相当于已经把首付款跌没了 此时如在遭遇失业失去收入来源 则连每月的房贷还款都成为难题 于是与其痛苦纠结不如断臂求生 除了房价下跌导致资产贬值 另一重打击在于收入和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据中国发改委数据 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4月持平 16到24岁25到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0.8% 4.1% 而16到24岁正好是未来购房的主力军 也是这一轮二手房可能的接盘人 但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已经连续两个月破20% 且在不断上升 他们的就业前景不明朗 这就直接限制了买房的意愿 也就制约着不少刚需二手房的未来交易潜力 此外目前的购房主力军25到59岁的人群 失业率也增加了0.1个百分点 当购买力不足 且房价继续下跌时还贷压力持续存在 免费送房的事件还会蔓延 并且可能会出现更加离奇的剧情 过去几年断供的法拍屋由于价格便宜 它的成交价通常是市场价的6到8折 成了许多购房者的选择 很多人想趁机简陋 曾经火热到惊人 但现今法拍屋市场空前冷清 据北京商报8月9日报道 调查发现随着问题房的堆积 价格优势的不再让法拍房彻底凉凉 在刚刚过去的7月法拍屋市场呈现出流拍率高 溢价率低成交价集体跌穿评估价的三大趋势 越来越多的职业玩家开始放弃法拍屋市场 部分优质豪宅甚至降价1亿元人民币仍无人问津 在最大的法拍房平台阿里拍卖 7月共有152间住宅拍卖成交90间 在这成交的90间当中 超过评估价成交的住宅仅7间比重7.8% 评价成交4间比重4.4% 79间低于评估价成交 比重高达87.78% 报道指出低溢价率之外流拍 也成为当下法拍房市场最真实的写照 阿里拍卖7月住宅用房共有62间留拍 留拍率达40.79% 其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一间三层楼的独栋别墅离宫 建筑面积为505.76平方米 还有约2000平方米的独立院子 评估价约2.46亿元人民币 6月第一次拍卖 起拍价约为1.72亿元 较评估价打7折 但至拍卖结束无人出价 7月初第二次净拍 起拍价条降至1.38亿元 低于评估价超过1亿元砍价净半 虽吸引6071人次为官 依然无人出价又告留拍 对于稀缺的一元级豪宅降价一元仍无人问津 据行业人士表示过去有不少炒房人 把法拍房也作为牟利的一种手段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职业玩家 这些职业投资客及投资机构 能占到整个法拍房市场的80%左右 但到2021年以后 随着一大批房企爆雷 大量产权复杂抵押问题多的房源冲入市场 多数人参与法拍房的目的是减漏 但目前想要减漏的概率正在降低 职业玩家们发现法拍房市场基本已经没漏可减 而且深坑遍地于是纷纷离场 加上二手房成交价跌量缩的趋势 也直接影响到法拍房的价差 据北京住建委官网数据统计 今年7月北京二手房网签9718套 环比上月下降16.3% 二手房成交量自4月开始连续4个月下滑 和三月相比下降56.2% 受市场活跃度不高影响 北京二手房挂牌量也创新高 根据此前调查一些偏核心的二手房房源 更是出现降价百万的情况 据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岳靖称 随着二手房的价格走低与之前相比 法拍房的价差空间正在被压缩 普通商品房市场成交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更让法拍房的价格优势激进消失 价格优势丧失是压倒法拍房的最后一根稻草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分享啊 下回再见